一隻銀白色iPhone 13 Pro手機 放在臉書上販賣 開價要一萬六 因為手機螢幕左下角出現小菜店 打折販售 台中是一名男子殺價後成功面交 沒想到幾天後有刑警出現在家裡 投訴人給了好幾張對話截圖 當天確認成交金額後 就從臺中特地搭客運北上面交 當時雙方一萬兩千元達成協議 相約在大安捷運站面交 投訴人強調當時想付現 對方不肯 最後只好用ATM操作匯款 事後卻被列為詐欺嫌犯 這才發現當時匯款沒有成功 投訴人指控原警到場程序不正確 也將案件進行申訴 不過警方調查 賣家指控事後 沒有收到款項 直到詢問銀行客服 才知道對方沒有開通轉帳功能 打了好幾通電話都沒有回覆 馬上報警 雙方事後做筆錄 投訴人強調是對方操作的 但賣家說是賣家操作的 兩人說辭不同 案件已經送到地檢署 也將交友 檢方調查 投訴人強調 因為自己不會使用ATM轉帳 才會全程交給對方處理 也是原警到場後才發現轉帳交易失敗 但手機已經轉賣出去了 如今雙方各說各話 誰是誰非 將交友 司法處理 TVBS 李武華 蘇佩宇 李傑 台北 財粉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